今天來看到是俄烏戰了 原因是因為現在的講法就是 烏克蘭到底是不是陷入苦戰 主要就是看烏東這一塊 因為他不是直接打進了庫爾斯克嗎 結果發現什麼 結果發現人家根本就沒有要理這邊 人家努力的在打這邊 目前知道的是紅軍城 為什麼紅軍城重要 因為這邊五條公路一條鐵路 它是一個交通要塞 換句話說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如果這裡被打出來的話 烏東這邊是不是真的 就會面臨另一波的潰堤 好 這個算是防線上面 你要如何守住 另一個部分是什麼 你要知道俄羅斯有朋友的 白俄現在說要出手了 盧卡申科下令 多套的遠程火箭彈還有大炮 直接移交給俄羅斯 同時他們也在運往俄羅斯的訓練場 在進行實彈的射擊演習 專家的講法就是說 這個是不要讓他能夠 沒有這個後背 等於是我背幹你 我當你的後背 我給你撐住 因為現在在前線上面 烏克蘭這邊是拿到了西方 這裡的一些武器的 包括了還有6家的F-16 只是說F-16現在在剛出師作戰 傳出說有一人墜毀 甚至這個飛官還死亡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說拜登政府 是拒絕向烏克蘭派遣F-16的後勤人員 換句話說本來F-16就不多了 那現在要去收飛機的 或者是飛官在訓練的 這人也比較少 他不讓他的人去前線 因為他認為這是不能跨越的紅線 所以呢大家就在說 是不是他們的飛行員 也開始練別的飛機 比如說傳出法國早在兩個月前開始 就已經在幫他們培訓換上2500的戰機飛行員 那這一些都有可能會影響到 未來的俄烏戰場上 雙方彼此的實力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目前歐盟是不是會擴大 今年培訓烏克蘭士兵的目標 冯德拉恩現在呢 還是歐盟這邊的一個主席 那他就強調了 年底前呢會培訓 大概七萬五千名的烏克蘭士兵 那這一些呢 都會變成未來戰場上面的一些主力 只是這些主力 你現在到底還撐不撐得到他們上戰場 大家就不知道了 土耳其議長是這麼講的 其實雙方早先就已經要談了 你知道嗎 他說俄烏停火協議都快要簽成了 但是有一些國家在阻撓 這裡面點名誰 就是美國 說美國想要透過烏克蘭戰爭 鞏固歐洲大陸 符合他們的利益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烏克蘭這邊的講法是說 我可以站到最後啊 我九月還要去提一個勝利計畫 甚至他們講了 未來2025開始 我跟這個 俄羅斯天然氣過近烏克蘭的 這一個契約即將要到期 我們之後就不會再讓他通過 不會再讓俄羅斯賺錢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的根本就是 歐洲這一些好朋友 客公也直接講了 如果你們不同意的話 沒有關係啊 就是你們消費者 歐洲的消費者面臨更高的一個價格 損害的是你們自己的利益 而匈牙利的外長跟歐盟的部長 據說現在他們就因為 俄羅斯的天然氣這麼一件事情 開始彼此之間 有更多的一些爭議存在了 歐洲內部有他們自己的一些狀況 原因是因為彼此的利益都不一樣 包括喬治亞現在傳出 有沒有可能會倒向俄羅斯 也包括了賽爾維亞 以前跟俄羅斯比較好 但現在為什麼跑去跟法國買飛機 買戰機 大家就要問 是彼此之間開始有在倒來倒去 倒向不同邊了嗎 賽爾維亞的總統武器其他的講法是說 基本上我們就是尊重聯合國憲章 而且我們是所謂的外交自主 他對於自己的這些決定 他感到自豪 到底要怎麼樣來理解這一連串的 歐洲國家的一些發展 首先請教一下亮哥 因為歐洲國家現在最在意 就是這兩仗到底什麼時候會停 看起來在東部這一邊 俄軍是有可能直接突破 紅軍城這道防線 對啊 所以烏克蘭就是得不償失 因為紅軍城如果陷落 這個地方是五條公路 一條鐵路的匯聚點 大概就是頓內斯克地區最重要的戰略據點 結果你這個地方陷落 頓內斯克目前俄羅斯只佔領了53% 可能就會因為他陷落就佔領75% 差好多 直接往前看就一馬平穿 往前就直接到德奈伯河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烏克蘭怎麼辦 你打下庫斯科又怎樣了 庫斯科的重要性遠不及紅軍城 所以我說眼前你就先丟掉一個 最重要的戰略據點 你要不要回防了 所以變成兩邊搞不好到最後都落空 而且俄羅斯恐怕會打進烏克蘭境內 他可能會連蘇梅都給你佔領 就庫爾斯克那邊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現在真的有點亂 比如說他突然宣布明年1月1號 不讓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經過烏克蘭 你這個不是得罪歐洲嗎 你現在不需要歐洲幫忙嗎 所以怎麼會有人做這種決議呢 而且經過烏克蘭 俄羅斯這樣付錢 他其實有收錢 有 有收錢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要幹什麼 他是配合他那個勝利四條件 你慢慢想想 笑死人的那個勝利四條件 可是你眼前就少掉一筆收入 他又得罪歐洲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其實塞爾維亞是很有智慧的 因為你畢竟跟中國離那麼遠 中國雖然送了紅旗的地對空飛彈給你 你總不能都靠中國來給你軍援吧 而且中國軍援越來越多 北約也有意見 那你怎麼做人呢 所以他就故意去買法國的武器 因為當年炸他的是美國 北約主導的力量是美國 所以他等於是抓當地的一個保護國進來幫他忙 找另一個大哥 當然是這樣 不然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577真的是有在想 而且塞爾維亞也不能一輩子都不參加北約吧 你畢竟在這個地方 你現在是歐盟跟北約都沒有 對 所以我認為他也要慢慢變成歐洲的正常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的選擇 那當然是選法國 不然你要選哪一國 因為你如果有用法國的武器 他的一些軍事人員就一定要進來了 是 維修 提供培訓 那反正現在中國已經賣給他地對空飛彈了 所以以後就不怕人家來亂炸他了 然後現在進一步買空軍 你總不能叫他買中國的尖 那竟然還得了 歐洲都跳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他就是取其次 可是我認為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中國這邊買一點點 法國這邊買一點點 中國買最敏感的地對空飛彈 地對空 現在怎麼樣來看歐洲現在大家好像有點各懷鬼胎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場仗打到什麼時候 眼前美國選舉也會影響到 我們先進廣告 好 我們講到了俄烏戰爭的現在前線的進展 請教教帥將軍 因為大家所關心的就是到底有沒有可能 把白鵝再加入活藥再送上之後 俄羅斯又不一樣 對 現在因為這個俄烏戰場上 炮兵是一個決勝的因素了 你像俄羅斯可以打到一天要用到1萬發 烏克蘭要用配機制 我給你一天只能幾百發上千發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炮彈 白俄羅斯朝鮮供應過 白俄羅斯供應過 加上俄羅斯自己很多的兵工廠可以生產 這就是烏克蘭照不住的地方 第二個現在關鍵的紅軍村 紅軍村是五條公路跟一條鐵路 在我們學戰略的時候 主要就是看交通線 因為交通線才決定後勤運輸的問題 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 他就是看中金浦縣跟平浦縣 差到中國的南部 他是按這個線來發展 所以現在紅軍村如果被俄羅斯拿到的話 他一個左迴旋就打到涅薄河了 我記得兩年半以前我就講 戰的戰略 地緣戰略來講 俄羅斯的攻擊目標應該到涅薄河 這才是一個天然疆界 很早以前兩年半前我就講 整個大烏東 整個大烏東 因為我講過他的戰略目標 就是這四個州我全要拿 因為這邊的俄羅斯人多 打仗的時候烏克蘭人跑了 這四個州被我拿下來 只要做過一個公投 就是我的緩衝區 他就是獨立建國了 所以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很清楚 紅軍村他一定會加碼 這個大家看不懂的是 倫薩斯基那個四個勝利之道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 他說我能在俄羅斯裡面開疆擴土 我打進去佔領1200平方公里 所以你們歐洲各國給我送新式武器 是有用的 以前你們都給我是破爛貨 拿蘇聯的舊東西 所以打不贏 第一個我給你證明看了 你只要給我好東西 我就可以打 第二個什麼 他說我現在是替你們全歐洲在擋俄羅斯 對不對 我的安全關係到整個歐洲的安全 這意思就是說 我在前面挨打是為你們 第三個 結束戰爭要透過外交 這個怎麼可能呢 就是說你們大家要用制裁俄羅斯 第四個你們不聽我的 將來重建這塊肥肉你們都可以來分一把 這我們原來看他這四個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他講這個話歐洲有人聽 為什麼 我跟你講歐洲分兩種人 一種是東歐被俄羅斯欺負的那些小國家 是很怕俄羅斯的 他願意支持烏克蘭 第二個呢 有錢的歐洲國家已經看這個玩不下去了 但最近法國有點很曖昧 法國前一陣子來調停 後來被普丁也不甩是做個長桌子 沒什麼好臉色看 到輪車司機這邊也沒什麼 所以現在也在培訓這些東西 所以問題就是說俄歐戰場關鍵就是這三個月 所以我看這個車程的部隊白俄羅斯的部隊 一架下去的話這個長就結束了 因為你打到涅布河搞個公投 冰天雪地裡面搞個公投可以 因為冬季來的時候大軍行動就會停頓下來 那美國就希望你們能夠守得住 讓我選舉能夠過 關鍵就是這三個月 關鍵是最後這三個月東江軍即將來臨 我們等這個廣告回來 要請吳老師來幫我們做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吳老師幫我們總結 我們這樣抽絲不檢來看 然後看整個庫斯克跟我們講紅軍村的 這個英國始末 大概很多分析家都認為說 其實澤倫斯基要去打這個庫斯克 有點微味就躁 其實我們之前講了 他可能就是要吸引這個 因為俄軍在敦尼斯克攻勢太猛烈 而且一直朝紅軍村打 所以他才要抽掉重裝備重兵力去 去打這個庫斯克 我們現在看起來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微味就躁 為什麼其實美國觀察家都認為 我們在這邊講好像在講澤倫斯基壞話 好像在唱衰他 其實美國不僅是John Mearsheimer Steven Wall 這幾個我們在國際關係裡面的大師 尤其是現實主義大師 他們都認為澤倫斯基你在幹什麼 你在做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 John Mearsheimer就講了 他說你在這邊不但不能守住 你要花很多的兵力在固守你打 好不容易打下那一小塊地 現在講1000平方公里 有人說1200平方公里 他推薦一點點 你花很多兵力其實沒有用 你會增加你的傷亡數 戰爭打到最後你再看傷亡數 你的傷亡數 傷亡比例過高 其實你的戰爭是打不下去的 所以John Mearsheimer 其實很悲觀的認為 這一個庫斯克的突襲戰 是他的註定澤倫斯利的敗亡 不是只有John Mearsheimer這樣講 Steven Wall 他也講了 他說你花了這麼多兵力 你說現在俄羅斯佔領了 大概20%的烏克蘭的土地 那澤倫斯利就徒想其招 我去佔領這1200平方公里 各位觀眾1200平方公里 大概是佔他的0.0058% 再講一次 0.0058整個俄羅斯的土地 後面還是% 對 還是% 0.05 這是Steven Wall 算給大家來看 你花了那麼多兵力 花了那麼多東西 你去佔人家那麼一小塊 而且你是一攻難守 那地方也難守 所以基本上Steven Wall 我覺得你這只是大外宣 公關式的告訴大家說 我還能打 請大家支持我 但是最後你面臨了 還是你會失敗的下場 所以我覺得澤倫斯利 現在有點在做 最後的困獸之道 當然我們知道 冬天要來了 這兩軍隊都適合在 都習慣在冬天打 但是冬天對於戰爭的延長 不是一個好事